阿公阿公 为什么端午节要华龙舟啊 呵呵 乖孙啊 这是端午节的习俗哦 来 阿公现在就跟你说这个端午节的故事 出国有位叫屈原的人 他呢个性非常的正直 也不和那些坏人交朋友 但是呢他得罪了很多小人 也常常被排挤 嘿嘿嘿 这是黄金五万 麻烦你收下吧 不 我绝不能同流合污 可恶啊 当他看见楚国大王听信身边小人的话 改变了很多的政策 然后呢害国家很危险的时候呢 屈原啊就赶快的劝大王 大王 千万不可改国家政策 要不然啊 我们的国就会 你走 我不想听你说 你走 结果啊 大王不但没有听信他的意见 还把他放途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后来秦国趁机侵略楚国 大王 秦王 来攻打我们了 啊 楚国真的要灭亡了 屈原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 心里非常的自责 非常的痛苦 于是就抱着大石头跳蜜螺浆 人们知道屈原是很好的人 于是呢就撒了很多的米饭到家里喂鱼 希望鱼虾不要吃掉屈原的身体 有一天 住在家面的人梦到屈原 大家都围上去问候他 屈原屈原 你还好吗 哎呀 谢谢父老乡亲们的爱护 这么费心的保护我 但是啊 米饭撒到江水里就散了 还是有许多鱼虾会靠近我的身边耶 那要怎么办才能让鱼虾不靠近屈原你的身边啊 你们可以把米饭包在竹叶里 做成有尖角的粽子喂鱼虾 这样应该可以避免鱼虾靠近我吧 于是隔年大家就把米饭包在竹叶里做成粽子 投入蜜罗江 可是 那一年屈原又托梦给大家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但是啊 当大鱼把竹叶咬开 送入的米饭啊 反而吸引了更多的鱼虾耶 水中的动物啊 都是受龙王管辖 所以能不能请你们把船装扮成龙的样子 一边划船 一边敲锣打鼓 这样鱼虾们会以为是龙王来了 就不敢靠近我咯 于是啊 我们就有华龙舟的习俗 这样的传说是不是很有趣呢 嗯 真的很有趣呢 咦 小朋友听完屈原的故事 是不是觉得粽子的由来很有趣呢 但是啊 屈原做了一个很错误的示范哦 因为啊 他遇到困难没有想办法解决 反而是啊 投进脚里面让自己死掉 还会让身边的人很难过 所以请你们记得遇到困难的时候 要懂得适时的向旁人求助哦 阿公阿公 端午节还有什么好玩的事呢 当然有啊 来阿公带你一起去社区 参加有趣的活动 来来来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五十粒蛋 在端午节中午的时候呢 阳气最重 所以可以将鸡蛋立起 如果啊 你在端午节可以把鸡蛋立起来 未来一年会有好运气哦 乖孙咧 来看看这里 这个叫五十取水 在端午节的正中午所取得的水 叫五十水 如果啊 你们将五十水装在脸盆中 用毛巾沾水擦拭身体 听说可以美容 还有避免各种皮肤病哦 来 最后最后来看看这里 这里有卖很多的香包呢 把香包里面加入熊黄粉 佩戴在身上 一样会有驱虫避邪的作用哦 原来端午节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 我们一起去试试看吧 如果你们在家 有做什么有趣的端午节小活动 可以拍照和老师分享哦 最后祝大家端午节快乐